广州和深圳聊不地啊 东西南北东发财来广东 瞎猛呼呼就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广东比较不规矩 随便到哪个部门办事 首先张口呢 整那整那喝茶钱呢 把我们弟兄整得够呛 这什么事你不整那喝茶钱 你办不下来 那整了没有 那那那那个时候整一点 你敢于说万大不幸亏 说出这句话是要勇气 说的后果不一定比不说好 你不幸亏不说可能好一点 说了也太高调了 敢说就说明有底气 政商关系呢 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你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 老实说 我自己的文笔也是极其优秀的 写文章被我能看得上的人我也不多 所以我也不主张用别人来给我写 所以我我希望 我2020年 我从一线下来 我花个半年一年时间 我好好的写写一本我的自传 希望用我的这种奋斗的经历 特别是这种啊 创新的和这个坚守的这两点 能够带来成功的这种体验 给年轻人给后人一点 或者叫启示 也许我要写上这个东西 我就不一定收得住了 不光是写自传 也许也许还会考虑一些些别的东西